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名为上平镇 镇子上多是些逃难逃荒而来的难民 见上平镇还算安宁 也就暂时定居下来了 上平镇西面有个叫王家村的小村庄 村子里的居民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户人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王家村有个卖猪肉的屠夫 名叫王老二 王老二虽身形高大 面相凶狠 但是未心善 小时候因为贪玩 从房顶上掉了下来 拴伤了腿 导致一条腿瘸了 即使做买卖赚不了几个钱 但是看到乞丐和难民 还是会给几文钱 据说王老二祖上家底还不错 祖父还在朝廷当政三品官呢 祖母也是当时宫里娘娘的远房姑母 在永州城的地位十分显赫 可是谁料 王老二的父亲王平是个半吊子 整天不务正业 靠着家产坐吃山空 还整日沉迷喝酒赌钱 渐渐的 王家就开始入不出夫了 没过半个月 王平就因为欠了赌债 把房子都抵押出去了 家里的亲朋好友也是熟知王平的秉姓 没人愿意借钱给王平还债 走投无路的王平只得脱家带口 搬到了永州城外王家村的老房子暂时居住 可俗话说得好 江山一改本性难移 家到中落的王平还是不知悔改 连妻子感染了风寒 也莫不关心 对儿子王老二更是不闻不问 老话说 人在做天在看 许是王平品行太差 老天也都看不下去了 王平在酒醉回家的路上 竟然误打误撞掉进了镇子上的河里 正巧赶上了下雨天 黑灯瞎火的没人看见 等第二天村民发现时 王平已经没了呼吸 王平走后 给家里留下了一屁股赌债 妻子又卧病在床 没多久也郁语而终了 还债的任务便压在了年纪轻轻的王老二身上 王老二虽然没读过书 却是老师本分 他是能吃苦的孩子 他在邻居李大哥的介绍下到镇子上的屠宰场 去当跑堂的伙计 由于他身体好 力气大 做活儿不计较得失 做事情也灵活 屠宰场的师父便把他留在身边做学徒 王老二也算有了个正经营生 日子勉强过得去 日子一天天过去 王老二也到了 娶媳妇的年纪了 可是谁愿意嫁给一个家徒四弟 腿又瘸的屠夫呢 王老二对这事情也看得开 想着能把自己的生计做好就行了 至于娶媳妇 他可不敢肖想 这天 王老二照例干完活儿准备回家 他一拳一拐地走着 经过十字路口的时候 突然听见草丛里有东西在叫唤着 他生性善良 心里虽有点害怕 但还是壮着胆子低头看 原来是一只受伤的小兔子 侧躺在野草上 别提有多可怜了 王老二怎么能看着受伤的兔子坐视不管呢 他弯腰抱起了兔子 查看他的伤口 原来是用腿被伤到了 还留着血 王老二一边摸着小兔子的头 一边柔声说着 哎 原来和我一样可怜啊 不过你遇到了我 也算是幸运了 让我带你回家吧 也好给我做个伴儿 咱俩就先互相照顾吧 就这样 王老二把小兔子带回家了 给他简单包扎了一下 还拿了些白菜叶子和胡萝卜给他吃 自从有了小兔子 王老二每天准时回家 有时候吃完饭 还得跟小兔子说会儿话才休息呢 不知怎地 王老二感觉这兔子就跟有灵性似的 好像能听懂人话呢 次日 王老二还没到家门口 就看见同村的李二牛坐在门前 他心里吃饭嘀咕 李二牛怎么来自己家了呢 这李二牛可是王家村出了名的赌鬼 一有钱就拿去赌 媳妇都跟人跑了 也不在意 家里家徒四壁 只有个老母亲守在家里 村里人见了他都躲得远远的 不过出于礼貌 王老二还是硬着头皮跟李二牛说话 王老二放下了手里的东西 一面招呼一面说 二牛大哥 你怎么来了啊 是有什么事情吗 李二牛应声回答说 老二啊 哥求求你了 给哥借几两银子吧 等我回本了就还给你 那些要债的都上门来了 我要是再拿不出银子来 他们就要拆了那几间茅草屋啊 可怜了我老娘 一把年纪了还得跟着我露宿街头 老二啊 看在老人的份儿上 你帮帮哥吧 李大牛说得真情流露 还不停摇着王老二的手 一想到李大牛可怜的老母亲 王老二心中顿时深有感触 架不住他软磨硬泡 最后 王老二只得拿出五两银子 借给李二牛周转 看到银子 李二牛瞬间两眼放光 赶忙说了几句感谢的客套话 就非也四地离开了 自那以后 李二牛再也没找过王老二 也闭口不提还钱的事情 几天过去了 在王老二的悉心照料下 小白兔也痊愈了 在院子里蹦蹦跳跳的 王老二看着很是高兴 不过 他也是民事里的人 一心想着把小兔子放归山眼 在一个晴朗的午后 王老二抱着小兔子 十分不舍地将兔子放在了岔路口 兔子回头看了几眼 便钻进草丛不见了 送走小白兔后 王老二的生活恢复了平静 赵丽每天往返于猪肉铺和家里 邻居看他整日辛辛苦苦 好不容易攒了点钱 还被李二牛骗走了 心里怪不是滋味的 便出主意让王老二去李大牛家要债 害怕王老二一个人被李二牛欺负 邻居决定陪着王老二去 两人刚准备结伴同行 就听到李二牛的声音 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 话音刚落 李二牛就进来了 只是来的不是李二牛一个人 还跟着个年轻女子 见了王老二 李二牛说道 老二啊 哥知道你惦记那几两银子 只不过我现在也确实没有钱还给你 这是我远房亲戚侄女小梅 你如果不嫌弃的话 就许配给你做媳妇吧 咱俩的窄就算一笔勾销 你看可以吗 听了这话 王老二才仔细打亮起眼前的女子 女子年龄不大 模样生的倒是俊俏 看起来也是个老实本分的主儿 可是总不能这样不明不白就定了亲事啊 万一是被李二牛逼迫的怎么办 也许是看出了王老二的心思 李二牛说道 你就放心吧 我和小梅都商量好了 绝对不会反悔的 这可是我们家亲戚 是好人家的姑娘 说完 她又看了看小梅 小梅也表示自己愿意嫁给王老二 王老二还有些拿不定主意 邻居看她尽退养男 便却说着 依我看啊 要不就这样抵债吧 老二啊 反正你也没个媳妇儿 留下来还能照应你的生活呢 何乐而不为呢 在大家的劝说下 王老二勉强同意了这门亲事 不过她可是知理术的 让她就这样和小梅在一起过日子 她觉得委屈了人家姑娘 她让李二牛先领走了小梅 自己打算找梅婆说亲 规矩可不能乱了 媒婆很快就搞定了两人的事情 也算好了黄到吉日 两天后 就是王老二大喜的日子 这天晚上 王老二早早就睡下了 一想到明天就要娶媳妇了 她很高兴 迷迷糊糊的 王老二听到有人给她说话 她睁眼睛一看 是那只小白兔 她对自己说着 公子可千万不要 上李二牛的档啊 那女子不是人 是后山的狐妖 她准备吸食你的阳气 供自己保持人行 我那日就是被她暗伤 多亏了公子相救 我这里有包药粉 公子只需放在酒里 让她喝下即可 一定记住了 否则会有杀身之祸的 王老二被惊醒了 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 低头一看 床头确确实实有包药粉 她半信半疑 于是连夜去找邻居 听了她的话 邻居眉头紧皱 她建议王老二先照做 毕竟李二牛 这是太蹊跷了 她自己都没老婆 怎么忍心 让小梅跟了王老二呢 第二天 一切照常进行着 举行完一试 王老二便在众人的推嗓下进了房间 她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酒 装作浇杯酒让小梅喝下 两人一饮而尽 刚放下酒杯 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 只见小梅身体扭曲着 好像很痛苦的样子 半晌 小梅的身体开始燃烧 最后化作一股白烟 从窗户飘走了 亲眼目睹这一切的王老二 早就被吓得没了魂儿 半天才缓过来 清醒后的她 去找李二牛理论 这才知道李二牛和这女子 根本就不认识 女子声称 自己是迷路来了王家村 举目无亲的 李二牛见她生得漂亮 起了色心 便想着留下来做个媳妇儿 谁知半夜听见屋外有动静 李二牛出去一看 这女子正在角落里 吃着一堆老鼠 看起来津津有味 李二牛一下子被吓傻了 便出此下策 想着赶紧把这女子送走 这才有了后事 说来也巧 半年后 王老二在湖边救下了一个 要轻生的女子 慢慢地两人便生活在了一起 十分恩爱 殊不知 这女子正是那只 她曾经救过的小白兔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看完这个故事后 不知道你有什么感想 欢迎在下方留言 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 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